海軍陸戰隊九九旅不一營 不一連獲選為國軍102年的模範團體 今天就特別派出了AAV-7兩棲突擊車 演練搶灘登陸 還有城鎮戰攻堅行動 而這支全部是由志願役組成的連隊 展現了堅強的戰力 也成為國防部推廣募兵制的最佳模特兒 穿著迷彩服陸戰隊搶灘登陸 小組交互前進攻擊敵軍 AAV-7兩棲突擊車也趕來支援 進入城鎮 家屋前串門攻堅 兩兩掩護全都來自扎實的訓練 這四台AAV-7兩棲突擊車 是陸戰九九旅的攻堅搶灘力氣 而陸戰九九旅也是國軍3個全目兵連 其中一支戰力十分堅強 全聯志願役弟兄生活同甘共苦 培養出良好的默契 戰力也是一等一 像個家這樣子 就是慢慢有感覺到 就是不管是生活上或者是設施上 就慢慢為我們的生活繼續加進去這樣子 全職願役之後 不管是未來各項包含武器 包含駕訓 包含後勤方面的專長 培養之後都可以沿用很久 這能量可以有效的建立 不管是水裡沙灘還是登陸作戰 通通南部島陸戰隊弟兄 這支聯隊獲選為102年國軍模範團體 正好成為推廣募兵制的最佳活招牌 右電 TV 由家瑋 影志剛 高雄報導 總統 總統